老妈说她想吃糯米饭 今天就做点糯米饭给她吃一下 把这糯米给她清洗干净 轻轻的给她洗上两遍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糯米没有提前浸泡 我这个时候呢 就到一点60度左右的温水给她泡上 提前浸泡了一个鱿鱼 另外还放了一块腊肉 稍微给她泡一泡 现在把它们给洗洗一下 老一辈的人说 这小韩前后弄点糯米饭吃 它是暖胃的 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是不知道了 洗好的腊肉腊肠和鱿鱼 我们把它给切一下 这鱿鱼切小条就可以了 这块腊肉我们把皮先给它剃掉 这皮比较硬 再把它切成肉片 切好后分别把它们放开 接着搞一块肥肉 我们把皮去掉后切成小块 这个五花肉我们挑起来偏肥一点的来 等一下焖出来的饭相对会比较香 最后我们再准备一把蒜苗 这梗布切碎 这蒜叶子同样给它切碎 这蒜叶和蒜梗 大家记得要把它分别放开 铁锅先烧热 我们往里面淋点油进去 先把锅给它熨一下 铁锅炒肉焖饭都是一样的 锅给它熨一熨它就不会粘锅了 熨好锅后把这五花肉的油脂给它煸出来 卡布多拉这油脂已经出来了 这五花肉已经非常的香了 出了猪油 现在先把腊肉给它放进去 接着给它翻炒一下 把腊肉的香味给它炒出来 翻炒几下后 把腊肠还有鱿鱼一起倒进去 同样的给它翻炒一下 接着把蒜梗放进去 这个蒜梗的香味同样把它炒出来 香味炒上来后把糯米倒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要往里面调点盐进去 把这糯米同样的给它炒一下 把材料炒均匀了 朋友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材料非常多啊 我们做糯米饭材料就要足 那样焖出来的糯米饭才足够香啊 好翻炒一下后我们加入清水 下水的时候不要一下放太多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水量啊 没过面少许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好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烧开后把锅盖盖上 先用中大火给它焖十分钟 十分钟过去了 现在我们把火力调到最小 把锅给它转动一下 防止它扶底 这个锅边转动边给它焖 继续给它焖多 五六分钟也就差不多了 可以了 时间已到 哇 太香了 这个时候我们先往里面调点胡椒粉 再把这蒜苗啊 给它倒进去 大家看一下 这锅巴哇 非常的香的锅巴 太香了 好 给它捞均匀了 这一锅饭焖出来 肯定是四边都有锅巴的 特别的香 拌均匀后开吃 一碗喷香的糯米腊味饭就做好了 咸香鲜美又远了 做法也特别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 32 转pell 匙 转ぞ 转 转